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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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是補番26號 當日錄了音兩集的西方龍 但發現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今天是補番 各位道歉 和現在開始講回 今集是補番9月26號 裏面是講到西方的龍 西方的龍和中國龍顯然不同 我們日常都翻譯成為龍 其實是Dragon 英文是Dragon 這個字來源於 希臘文 還有來源於羅馬 Dragon這個字 所以在西方有很多個不同的出處 我們逐個可以研究一下 講一下 約得介紹一下 古希臘當然有他的Dragon 巴比倫的神話 和耶教的神話裏面都有 結合了北歐的神話 或者Celtic 海爾特神話 海爾特神話 都是有龍的 當然 Anglo Section 英格魯薩克遜的傳說裏面更多 海爾特神話 也有Dragon 這種東西 所以我想以後 我會區別中國的龍 用龍 西方 我是用Dragon 西方這個字 其實都不是很政治 百分之百合格 因為巴比倫和耶教 在中東發生 這個地方 都算是亞洲大陸的地方 所以 也不算是很西方 不是歐洲 好 先說 這個龍的特性 就是在 這麼多種文化裏面 大家混合 混合 而成的 先說古希臘 神話中的龍 在 古希臘的神話裏面 譬如這兩本書 伊利亞德 裡面 國王 亞加門龍 描甲上 就有這個 Dragon的形象 但這個Dragon 非常之奇妙 它是三個頭 他有三個頭 就表現出 他有一種超自然力量 以及很威武 也反映到 他這個戰士 是一個這樣的 性格 但是 人們看到這個規格 已經打個疾 即是 不敢亂地跟他搏鬥 那當然 在 這個時期 大約 距今 兩千多年前的 形象 相當之 驚人 有 有沒有實物 去描寫 我看 沒有 都是一種 虛構出來的 形象 但是 這個 形象 的 規格 相當之 吸引 亦是 古希臘文化 所說到 龍 的一種 巨大 和威猛 的形象 那麼 他 也可以說 古希臘文化 中的形象 就是 這個 Dragon 像蛇 亦和中國 當年 在後期的龍 都接近相似 那麼 我們介紹過 中國最早期的龍 在 洪山文化裏面 見到的是 一隻豬 叫豬龍 但是 在 藏的 陪葬的時候 左青龍 右白虎的龍 就有一條 蛇的形象 好了 另外 我要介紹 Anglo Saxons 安格魯 薩克遜的神話中的龍 這個 差不多是 西方的龍 一個很重要的形象 的開始 不能不提 就是一首 術士的 英雄 的 長詩 這 長詩 就是描述一個 英雄人物 叫 貝奧姆夫 那 貝奧姆夫 在這個 故事裡 他是一個 逃龍 逃龍者 就是一個 去 宰殺 一個 兇猛的野獸 是不能抵禦的野獸 的人物 那 那 當年 這個 貝奧姆夫 呢 在整個 書 或者是 後來拍成電影中的形象 呢 是一個 國王 他呢 這個 英雄形象 就因為 這隻 龍呢 就 作惡 殘害他的 子民 這個 龍呢 不只殘害 還有 他的 身呢 是真的 百寶多 他可以噴火的 這個呢 也是 西方龍 噴火的起源 噴火之中呢 還可以有毒氣 放毒 哇 又噴火又放毒 居然呢 被 貝奧姆夫 打敗 他 身軀 這隻龍的身軀 相當之 宏大 而且呢 他好像 現在 看到的 恐龍一樣 他有一條 很巨大的尾巴 一發呢 都 成座山城的堡壘 都被他的 力量 可以摧毀 而且呢 他是 住在深淵下面的 你找他 出來呢 都 相當之 困難 他 他 諸殺他的時候呢 要跟他決鬥的時候呢 要真是呢 落到他的地盤那裡 種種困難之下 才可以殺到他 那 那麼 其實 這個 Dragon的特性呢 還有一件事呢 是傳流了來的 他是一個守護者 他呢 周身呢 那個深淵下面呢 周圍呢 周圍呢 寶物 這個寶物呢 在當時那個 社會上呢 就是一些 財物呢 財物呢 貴重的東西呢 那 他呢 是 負責看守住的 而且他中心 是看守住這些 財物呢 一粒都不會被人 一小小都不會被人 而且這個 所謂火龍呢 就是 報復心很重的 你不要得罪他 我們中國也有 狗子裡面的 崖岸啦 你看看崖岸之遠 看看他 輕視他 他就已經 和你死過了 那麼 貝奧武夫呢 和他最後的決鬥呢 就一場很 激烈 壯觀的 決鬥 當然呢 貝奧武夫也 是一個 非常打得的人 對著這隻 這樣的火龍呢 出盡百步 在電影上呢 這隻 火龍呢 不單止 是一隻 難以馴服的怪獸 而且他還會 變化的 在電影上呢 他是一個 美女 那 只是這個 身份呢 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 都不是那麼容易 能夠 戰勝他的 那 也是造成一個 形象 一個人 夠膽向 惡龍 或者火龍 挑戰 這個Dragon 大戰 最終 殲滅他的 這個是一個 很艱鉅的任務 但是人呢 是可以克服這個任務 可以 戰勝到 一個 這樣的 不能抵擋的 所謂 Mission impossible 一個 不能夠 完成任務的任務 都能夠 克服到 好 好的 我們再說 下一個就是 Celtic文化裡面的龍 這個龍呢 我也曾經說過 是 威爾士 威爾斯 那個 國輝 就是熊龍 我描寫一下 我會有這個形象 會登出來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 是一隻紅色的龍 紅龍 紅龍 那它是 不是 太像蛇 它是像一隻獸 那最特別呢 就是因為它有一條 會擺動 但是有 尖的 矛頭的尾 這條尾呢 發起來 都不是人的那樣品 它的舌呢 一樣是伸出來 是可以有 尖銳的矛頭 的 也可以伸你呢 來 取勝 更加 使我們驚恐的呢 就是這個熊龍呢 它是有一對翼 這對翼呢 可以說是蝙蝠的翼 它能夠飛高 也可以飛低 能夠飛呢 已經是一個 很難得的 本領 來的 而且呢 它四隻爪呢 都是很尖銳 它是集了 動物的利爪 尖銳 蛇的尾巴 蝶子尾巴 蛇的舌頭 種種呢 最厲害的 工具 或者是武器 看見它的樣子 這個紅色的龍 都是很害怕 很害怕 人的 傳說故事 又說到 要建造一個 城堡的時候 就回想 這個 英國 Celtic文化裏面 講的 巫師 就發現到 那個地盤下面 就有 一個湖 湖裏面 就是養了 兩條龍 一條紅色 一條白色 一條紅色 一條紅色 就抽乾了 湖的水 兩條龍 都沒有定妻生 就出來 一出來一見 就互相 帶上來了 這條龍 終於 紅色的龍 打勝了 打勝了 之後 城堡起了之後 在威爾純 威爾士 就當了 這條龍 是它的國輝 在亨利七世之後 後 亨利八世 就是宗教改革者 它的子孫 它的女兒 和兒子 繼承之後 它們的旗次 都是有 這隻紅龍的 是代表威爾士的國輝 現在 打足球的威爾士 隊 也是用這個紅龍 這隻猛獸 作為一個 揮號 由此可見 這個紅龍 並不是 一定是 頑的龍 可能是 一條 好的龍 有威夷的龍 好了 那這個呢 今天 差不多時間 那下節 我們繼續講 再見 對 再見 我們 我們